今天來開箱詹姆士新買的手工具 這個牌子是TOTO 台灣好像叫做道達爾 那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六合一組 詹姆士看了一下它這邊是沒有像小米這個有機關的可以藏一些螺絲 在裡面 這個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是哪邊可以做到六合一 那它過來是整隻到有封膜的 直接把它分開吧 這是它的一個標籤 中國字的 然後它的手把這邊有一個cattern底 就是一個專利的英文 它這邊有一個孔你可以掛住在你的吊架上面 然後這邊是它的一個牌子TOTO 那整隻這邊塑膠都是比較硬的塑膠 那這邊有類似做一些人體工具 手是可以握住的地方 這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紫滑的紋路 紫滑的紋路 那手觸摸這邊呢 感覺是橡膠材質比較 雖然它比較硬一點但 還是有點橡膠的感覺 會比硬塑膠要再軟一點 再來就是它上面的 螺絲旗子 可以這樣拔起來 這樣看起來上面這一個應該是PH2的 下面這個應該是SL6的 一字 這邊再抽起來 OK 可以看到這邊它藏了一個 這個是PH-1的十字 另外一頭呢是SL-5的一字 好 這樣就已經四合一囉 那接著呢 它這一個類似套筒的東西也是有功能的 然後可以看到套筒呢 一邊是6mm的套筒 它是六角的 六角的6mm套筒 那另外一邊呢 是8mm的 8mm的 所以呢 你帶這支呢 臨時要用套筒的話呢 它就可以取代6跟8的 臨時用一下是還蠻不錯的 那就把它直接帶收納回去 那這邊呢就是收納在6mm的 PH-1的部分 這個呢 好 就這樣子 6合1 然後再把它插回去手把裡面 將來完成6合1的組合 那等於說呢 你出門呢 帶這支呢 它就有PH-1 PH-2 SL-5 SL-6 還有6mm的套筒 跟8mm的套筒 這樣臨時要用的都還蠻方便的 OK 但我們是 新入手的這支手工具呢 可以給大家看 OK 下次見囉 掰掰